近日 跳水皇后奥运郭晶晶 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 同家人幸福聚会的照片 并且甜蜜表示 是丈夫霍启刚44岁的生日 因此家人聚在一起庆祝此事 过程中大方直呼霍启刚为亲爱的 让网友大呼甜蜜 不过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原来郭晶晶所晒照片的背景 明显是自驾豪宅 但是一点都不干净整洁 衣服杂物和小孩的玩具散了一地 看着十分邋遢 同大家心目中的豪宅形象相差甚远 引发了网友热议 众所周知 郭晶晶一直以来以低调著称 这次却十分罕见地在社交平台 晒出和家人的甜蜜合照 在照片中 她的三个孩子和丈夫霍启刚也公开出镜 照片中只有郭晶晶一人在自拍 她面对镜头露出浅浅微笑 晒出的照片中 郭晶晶画着简单的妆容 一头中长发自然地散落在肩上 虽然她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但是脸上皮肤白皙紧致 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 保养得当 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虽然是在家 但毕竟是个特殊的日子 郭晶晶也化了淡妆 整个人的气色非常好 精神状态看着十分饱满 在晒出的照片中 郭晶晶的穿衣也十分简单 上身穿着一个白色衬衫 下身搭配着浅蓝色牛仔裤 这一身看着最多也就三十岁出头 大家常说 结婚后婚姻幸福与否 可以通过一个女人的精神状态看出来 而她整个精神状态十分饱满 而且松弛自然 由此可见 郭晶晶的婚姻生活 应该是十分幸福的 照片中 霍启甘和三个孩子也都席地而坐 围坐在地毯周围 都专心致志地玩着手中的纸牌 坐姿随意 看着十分的接地气 郭晶晶的儿子霍忠希 盘腿坐在爸爸妈妈身边 映然是一副小大人的样子了 尽管看不到孩子的正脸 但是从侧面看着五官十分优越 定是遗传了爸爸霍启刚的优秀基因 郭晶晶的两个女儿霍忠仪和霍忠颜 也仅仅只露出了两个背影 并没有看到正脸 令网友感到意外的是 在众人印象中 郭晶晶产女的新闻 似乎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但是两个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上去和哥哥的身高一样 郭晶晶社交平台的晒照 也无意间暴露了家里价值近两亿的豪宅 相比于其他豪宅装修奢华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爱潮 看上去就简朴多了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他们家的装修 走的是当下比较流行的简约风格 并没有过多的豪华装修和奢华家具 照片中唯一出镜的家具 则是一个小小的茶几 上面摆放着一个茶壶和一个水杯 而在一家五口席地而坐的地毯上 则四处散落着衣服 毛毯 还有孩子们日常玩耍的玩具和学习用品 整个房间显得格外凌乱 似乎一点都没有收拾 虽然家里有些惨不忍睹 但却是生活的真实模样 有网友质疑郭金金和霍几刚怎么接地气 好歹也算是豪闷家庭 家里总不至于连个保姆都没有吧 家里都这么乱了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立马有网友在平台上留言驳斥 一家五口其中包括三个小孩 家里这么乱是非常正常的 有了小孩是很难让家里时刻保持整洁的 希望有些人不要这么吹毛求疵 郭金金为霍几刚准备的生日蛋糕 很明显是花费了心思 他不像民众们最习以为常的奶油蛋糕 或者是水果蛋糕 而是用一个个杯子蛋糕拼接而成 一共有三十块 每一个杯子蛋糕不仅造型不同 还有奶油、巧克力、水果、汤果等多种口味 不仅如此 为了体现大寿星 每个杯子蛋糕上用巧克力酱写了英文字母 连起来正是霍几刚的英文名 这种形式的蛋糕 远远比从蛋糕房定制要用心得多 足以证明郭金金对霍几刚的爱 郭金金和霍几刚的低调生活 并不只是嘴上说说 而是真正的身体力行 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一家五口的穿着打扮上 郭金金和霍几刚的衣着都十分朴素 除了在正式场合亮相外 两人日常私服都是以休闲风为主 更加注重舒适度 令人意外的是 对于其他豪马二代 似乎从来没有在夫妻二人身穿的服饰上 找到任何奢侈品牌的logo 显得十分的低调 要知道 根据郭金金的婆婆 也就是霍正廷的前妻朱玲玲曾透露 霍家大宅保留有许多精美的珠宝首饰 十分奢华 价值高达上亿 但是除了两人大婚时 从未在公开场合看到郭金金佩戴这些珠宝 最受她青睐的则是日常佩戴的苹果手表 在她的照片中频频出镜 而霍几刚则更加朴素了 除了佩戴的眼镜之外 也从未佩戴过一些装饰 就连富二代喜欢购买的名表 霍几刚似乎也不太感兴趣 夫妻对待子女的教育也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 郭金金的子女日常穿着也十分朴素 三个孩子外出游玩身穿的都是十分简单的运动服 从未有过什么奢侈品牌 网络还流传着一个十分有趣的真实故事 郭金金刚嫁入霍家时便搬到香港居住 一直都是八卦杂志拍摄的重点对象 她经常被狗仔拍到 给孩子买地摊打折的衣服和鞋子 一开始香港媒体还不太理解 认为郭金金的行为举止着实寒酸 是给豪门丢脸 后来在郭金金的影响下 一直是少爷生活方式的霍几刚也发生了转变 由原先的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变成了和郭金金一起亲自去超市采购 许多香港市民经常在超市里看到两人大买特买 就连夫妻二人当时从货家大宅搬出去居住时 小两口也没有请搬家公司 自己一点一点搬东西 诸位没有工作人员帮忙 郭金金2020年前往东京奥运会担任跳水裁判时 也是一个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箱前往机场 全程没有助理陪同 一开始不了解郭金金和霍几刚的媒体和网友表示质疑 认为夫妻二人的行为就是在作秀 毕竟自打霍几刚从政之后 肯定是要塑造个人形象的 自己的老婆作为一个奥运冠军是要加分不少的 但是对比其他豪门子弟不务正业的奢命生活 霍几刚质朴的生活方式 自然在受到香港人民的欢迎 但是时间一长 媒体和网友发现 郭金金和丈夫二人并不是在作秀 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 就连霍几刚曾经接受媒体时曾表示 他非常佩服自己的太太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 他最怕吃的就是米其林 他最喜欢吃的就是拍黄瓜 如果有一个拍黄瓜跟一个饺子 他都会很开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